幕後外交呢 當然我們得注意就是 會不會發生剛剛講說 以台灣為籌碼來出賣的這個可能性 我們不能排除這個可能性 因為中共覺得 我過去騙過好幾個美國總統 我現在未必不能騙第四個 當然宋老師比較樂觀點 他說美國不會被騙 我只是擔心說美國有份總統 只是這樣的 但是對我們來說 我們得抓住這個底線 要提醒美國你不能上當 這個是我們要做的 好 第二中國式的現代化 是一個徹頭徹頭的謊言 是中共的大外宣 它的代價我們剛剛講了 就是以一個專制政權的任意性 取代所有你能拆這東西 而如果它一旦成功的話 它去推動它的國際秩序 你看是什麼樣子 各位剛剛看到了 它怎麼鎮壓富士康 怎麼要鎮壓廣州問題 怎麼要鎮壓重慶 它把這件事情推到全世界 不只是推到台灣 所以你要不要中國式現代化 你現在得好好考慮一下 這是第二問題 第三 剛剛講到說 以美論跟美國霸權 基本上就是中共大外宣 中共對台灣跟對其他地方的 認知作戰 台灣人你要不要照單全收 你為什麼不想想看 中共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中共動機是什麼 反過來如果說 真的照你所說的 我們真的跟美國切斷了 我們真的不喜歡美國霸權 你覺得中共對台灣會幹什麼 中共對台灣是更好 更和氣 更和平 還是中共立刻一翻臉 立刻把我們一口吃掉 然後奴役我們兩千三百萬老百姓 大小焚厚門真的要想清楚 宋老師 好的 關於這個中共所進行的 這個所謂的後門外交 基本上來講 我們要審視的一些注意就是說 台灣問題 或者我們台灣自身的利益 在這個所謂的後門外交當中裡面 可能會發生一些什麼樣的變化 剛剛明老師也提到過說 我的看法可能比較樂觀 其實我是一個更謹慎的一個態度就是說 美國其實已經好幾次被中共騙了 對 那麼當初的乒乓外交 其實就是在騙美國 騙美國民眾對中國的一個 比較良好的一種形象等等 接下來他依然是想要顧忌重施 該用這種跟這個美國的 這個所謂的舔共派 所謂的Panda Huggers 來作為一種交易 這個我想我們還是應該採取 非常嚴肅 非常冷靜 要觀察的一個態度 那麼另外一個提到就是 廣州的這種珠海的 還有就是富士康的暴動 我估計中共 即可能會接下來會 採取一種軍管的一個措施 也就是說它開始要鎮壓人民 但是我認為這個鎮壓人民 只會激起大陸人民 更強大的一個反應 這就是一種社會反抗 會串聯式的 高發性的在大陸發生 我想這個也反映就是說 中共暴政到了這樣一個地步 已經人民準備要去 加以強烈的抗拒一個時候 那麼最後談到這個 所謂的綏靖主義的兩個理論 一個是以美論 一個是美國霸權論 以美論我覺得是一種故意的懷疑 是中了中共統戰的一個技 明明人家是那麼樣的幫助你 你卻要懷疑人家 你幫助是什麼樣的圖謀 你有什麼樣的野心 你的打什麼算盤 我覺得就是朋友幫助你 你要懷疑朋友的誠心誠意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非常 不負責任 也是一個非常不厚道的說法 美國霸權 如果沒有美國 20世紀沒有世界的體系的安定 沒有美國的話 不會有二次大戰的一個結束 沒有美國的話 甚至中國都沒有辦法去抵抗 所謂法西主義的侵略 所以美國是一個霸主 它是一個霸權沒有錯 但是正是因為美國是世界的 和平安全與體系的維繫者 我們台灣和美國這樣的一個霸權 做朋友 希望它能夠幫助我們 有什麼樣的不對 正是沒有任何一個不對 而且我們正要去加強和強化 這樣一種同盟合作的關係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 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那麼感謝各位長期對我們的支持 希望大破解團隊將持續為您製作 更優質的節目